打我爸爸等妈妈等不及吗 对 她们都不及了 她们不要了 刘春美是在肯德基晕倒的 那时的她身边没有一个人 还是旁边的路人帮她打电话叫她救护车 送到医院的时候 刘春美的意识还没有完全的清醒 身边没有随行家属 王宝安只能翻看她的包 拿出手机来看能不能联系上刘春美的亲人 但手机有密码 王宝安打不开 刘春美的状态并不好 需要先挂号租院 医生在包里寻找着证件 但映入眼帘的却是德巴金 这只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 才会服用的药物 除此之外 她的包里只有台币 难道这个独自昏倒在快餐店里的女人 是孤身在上海 还患有精神类疾病的台湾同胞吗 正在医生保安纷纷猜测的时候 刘春美醒了 你为什么要吃德巴金啊 不用精神疾病症 你家人了 我家人了 我家人来了 通过医生的询问终于知道 眼前的刘春美并不是台湾人 她来自湖南 今年24岁 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精神病史 但她为何又要说自己是从家里跑出来的呢 王宝安询问了手机密码 终于给刘春美的爸爸拨去了电话 但电话那头却始终无人接听 再给妈妈拨过去 依旧是一样的情况 最后王宝安只联系上了刘春美在杭州的姑妈 王宝安告诉姑妈刘春美在急诊室里抢救的事情 但姑妈却语气清冷并不关心的样子 距离上海最近的是姑妈的女儿王燕丽 要是她能来照顾一下就好了 但当王宝安问起王燕丽的联系方式时 姑妈却推脱说不知道 很不情愿让女儿来照顾刘春美的样子 王宝安也无法只能先挂断了电话 虽然护士帮刘春美挂了号 但刘春美却不能没有人看护 王宝安再次拨打了她父母和电话铺上亲友的电话 但奇怪的是没有一个能接通的 不同行长的情况急得王宝安直闹头 走到刘春美的病床边 问她还有没有什么人的电话能够接通的 刘春美躺在床上半闭着眼 精神看起来很是萎靡 她的语气听起来似乎一点都不惊讶 只有浓浓的失落 刘春美的意识并不是完全的清晰 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躺在医院的急诊室里 王宝安再也问不出来什么 身世曲折孤身一人昏倒在医院的女孩子 热心的王宝安不能不管 只能长叹一声帮独身的刘春美去拿药 但她也忍不住好奇 这个被通讯录上所有人都抛弃的女孩子 身上到底发生过什么呢 由于刘春美身上并没有人民币 医院就先帮她办理了欠费 王宝安不死心 一遍遍地拨打着刘春美父母的电话 可始终是打通了 但无人接听 拿完要回来 王宝安才终于联系上了刘春美的表姐 王燕丽 刘春美独身一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 从上午躺到了下午 表姐王燕丽终于从昆山赶了过来 可一来到王燕丽并不是对着病床上的刘春美 徐寒问暖 而是语气严肃地指责了一番 刘春美的眼中泛起了泪花 医生看不下去 将王燕丽叫到了病房外 在王燕丽的讲述下 刘春美的身世经历逐渐清晰起来 25岁的刘春美初中刚毕业就出来打工了 在08年的时候 刘春美的父母进入了传销组织 把她也带了过去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刘春美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后来好不容易休养好了 但因为村子里老是传她的闲言碎语 说她和谁谁谁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刘春美再次被刺激到 精神分裂症复发 父母将她赶出了家门 身世离奇凄凉的刘春美 带着对爱对亲情的渴求飘荡全国 只为寻找一个能接纳她的家 可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将她拒至门外 只有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姐接纳了她 刘春美已经两三天没睡觉了 因为哭的次数太多 过度喘气 导致她现在出现了全身麻痹 头痛呕吐的症状 医生安慰着她 让她不要太紧张 病情不重 以后需要放松心情 多到通风的地方走走 症状就会减轻 我妈妈她们都打电话她们都不能啊 就是我这个姐一直打电话管我 她们都不管我 你不要是你妈妈气 你妈妈闻太远了 没办法 她们远嘛 是她亲生她不会不管你的 王宝安不忍伤她的心 努力地安慰 平复着刘春美的心情 王燕丽是典型的刀子嘴 豆腐心 虽然面上一直对刘春美很冷淡 但也只有她接纳了 被所有人抛弃的刘春美 她耐心地帮脚麻的刘春美 穿袜穿鞋 同为异乡人 王燕丽自己要奋斗 还要照顾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表妹 压力非常大 而此刻她的肩膀就是刘春美的家 就算生活再辛苦困难 只要两姐妹在一起 也可以共同度过 刘春美出院的时候 王宝安替两人拉开了急诊室的大门 刘美称一直在道歉 而热心的王宝安随意地摆摆手 同往常帮助其他人一样回答道 谢谢